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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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对一个字的研究的时候 你查的两种比较好 一般的 像咱们在本科阶段的话 我刚才说的90%以上的问题 在词员里边都能够找到答案 再给大家介绍一种专门查找虚词的一种工具书 叫古汉语虚词通事 这个书呢 出版的比较早 但是迄今为止 我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 专门解释虚词的书 这个书呢 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它收了虚语549个 收字非常全 这是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它对每一个虚词的解释 也非常详细 你像这个其他的旗字 在这里边解释的那就是非常多 有十几个意向 像一般咱们常见的字 都是经常有十几个意向的 这个解释的非常详细 所以这个书呢 对咱们学习古汉语的虚词是非常有帮助 第二点呢 它也比较好查 因为它呢 主要是按照汉语拼音编排的 这个书 因为虚字 咱们一般都认的 虚字很少有不认的 这样呢 你查起来的话 用汉语拼音的话 查起来就很快 刚才说了 这个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 这个步头非常大 所以查起来呢 你不容易找到 比如说你毕业以后分到一个外地的一个很偏僻的 比如说你支援那个西部 那么你可能很难 就说在你附近几百里地都找不到这样的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 现在呢 这个 由于这个数字技术的发展 这个问题呢 可以说解决了 就现在呢 有电子版的这个汉语大词典 这个电子版的汉语大词典呢 就非常方便 它也有这个检索功能 这样查一个字的话 我试过多次 查起来非常方便 它这个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汉语大词典 它当然比这个词源的解释要详细的多 对一个字 它这个解释非常详细 而且它就在电脑里边很方便 这样你无论到天涯海角 你都可以带着 你碰到什么问题 用它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现在这个电脑技术发达 确实非常便利 咱们在这个讲课里边呢 这个经常讲到一些 这个甲骨文 那么 如果你知道一个字 又想查它的这个甲骨文 怎么查 这个呢 给大家介绍一种书 叫做《古文字类编》 类就是同类的类 编就是编写的编 这个《古文字类编》的作者是 编者是高明 也是一位教授 是中华书局出版的 这个书呢 它的证文就全是 证文基本上分那么几部分 就是第一行是甲骨文 第二行是金文 就是刻在同气上的名文 第三行是这个战国印啊什么的其他的 这个书呢 它后边也有所以 但是它是按笔画的 所以 你比如你想查一个字 想查高明的高 它的这个甲骨文字形是什么 这样你就可以先数出它的笔画 然后再比如说是实画 那么你在实画里边查高 查到高之后 它底下有叶数 你再翻到前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高字 在甲骨文里边是什么形状 在金文里边是什么形状 还有一种 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汉字很感兴趣的话 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这种工具书 叫汉字源流词典 汉字源流词典 这个书呢 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 是古眼奎编写的 这个书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它不但有这个字的 不但告诉你某一个字的 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什么样 而且呢 它对它后来的发展的源流 它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这样你看 查了这个词典之后 就会对一个字 有很生动的 这个对它字的发展的历史 就给你一个很生动形象的一个描述 这个就可以更加深咱们对一个字的理解 前日子在上课的时候 有的学生也是对这门课很感兴趣 所以呢 我也是经常请他们呢 来到这个课堂呢 来讲 他们 比如一个这个学习很好同学啊 就是我在讲这个 这个执掌的 执的这个字的时候 我说呢 它这个繁体字 这个繁体字呢 左边呢 是 咱们现在写那个执形的执 左边是提手 右边是一个丸字 这个呢 你完全看不出来 它原意是什么 它的繁体字呢 右边还是一个丸字 就要玩的玩 是吧 那么左边呢 是幸福的性 这个学生在学到这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黑板上画出啊 这个这个直字的这个甲骨文的字形 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什么呢 这个 就是说这直字 这左半边呢 就是现在写为性的这个 这个左半边 它在甲骨文里的字形 是一个形句 啊 是一个形句啊 是一个枷锁 哦 是一个枷锁 镳铐啊 的一个很抽象的 那么一个 很很很简洁的画的 那么一个形句啊 这个丸字呢 实际上呢 是一个人跪在那儿 啊 两个手呢 被这个形句夹着啊 啊 所以这个直的本意呢 就是抓住啊 啊 把这个给抓住了 铐铐啊 啊 这个就是 这个所以这直的左半边呢 实际上是一个古代的 描绘的是古代的手铐 当然这手铐也比现在的手铐要大得多啊 嗯 那么这个同学在学到这儿的时候就 产生了疑问 啊 他说这个 这个手铐 这个形句啊 怎么会是 咱们现在说是性字啊 性字都是和幸福啊 啊 幸运啊 都是很好的词 啊 有性我干什么 是吧 啊 都是很高兴的 啊 那么他怎么会是 他的甲铐文字形怎么会是一个形句呢 啊 啊 产生了这个疑问 啊 然后呢 我就 让他去查啊 他就在这个汉 汉字原料词典啊 他查了汉字原料词典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啊 他就发现了这个性字呢 他的甲铐文字形啊 他的这个 后来变成楷书之后啊 和这个形句的那个 就是原来是形句的那个 那个字呢 他变成楷书之后呢 他很像 结果呢 就弄混了啊 就在他们这个 这个变形的过程之中 就弄混了 他就把这个 形句的这个字呢 物当成幸福的性 所以这个直字呢 就用这个性 做了偏旁 做了这个左边的这个半部分 啊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 汉字原料词典呢 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同学呢也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种 词典他都查到啊 就是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字典 词原词海啊 里边的解释 这样他通过这个比较 他也发现了这些 工具书中 他们的特点啊 哪个工具书在哪方面 更擅长啊 我在查什么的时候 我用这个工具书更好啊 我希望查 比如我希望查这个汉字 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从甲骨文怎么一步一步 发展到现在的凯书 那可以查这个汉字原流词典 这个查查字词的呢 嗯咱们主要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几种 还有一种我要提提及的啊 就是因为学生中也经常提这个问题 说康熙字典怎么样啊 康熙字典的很有名啊 而且呢也比较常见 但是呢他的查字法呢 和词海词源都不一样啊 比较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不向大家推荐这种 呃不向大家推荐康熙字典啊 查起来很很不好查啊 你如果不熟悉他的不守的话 你查半天你也找不到啊 所以我开始呢 我也是查过康熙字典 后来发现他不好查不好用啊 啊 啊 碰到问题的时候不用查这个康熙字典 嗯 这个查查字词呢呢就主要是这些这些字典 嗯 这个四角号码的那个查法 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嗯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不可能在课上啊 嗯 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嗯 其实这个四角号码查字法呢 在每一种啊 几乎是每一 嗯 就是在这个这个工具书里边啊 就查字词的工具书里边 每一种带四角号码查法的 他都有啊 就是怎么来用四角号码来查字啊 四角号码的这个查字的方法啊 你比如说词源里边有四角号码新词典啊 啊 一般的呢都是在书的最前边 他就告诉你 这四角号码是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他的思路呢 就是因为咱们汉字呢是方块字啊 他的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汉字的这个方块字 方块字呢他当然有四个角啊 把这四个角啊 编上号啊 你比如说这个1啊 1234的1啊 他就是把一横或者一横就当做1啊 啊等等 他就把这些呢都都变成了这个号码 这样呢咱们用起来呢 就很方便啊 查起来很方便 这个具体的呢 这个咱们可以看他这个书前的这个查字法的说明啊 啊 一般的同学呢 我觉得花个半个小时就能看明白了啊 但是更重要的呢 是咱们要经常的查 经常的练 这样你查的就会越来越快 嗯 因为他在一般的查字法之外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字 啊 这些特殊的字呢 你开始可能碰不到啊 但是你查多了就会碰到了 这样你碰的碰的多了之后呢 对这些特殊的字呢 也就会 查的很很快 嗯 咱们在学习四角号码的时候呢 一个是看他前面的这个介绍啊 就是查字法是怎么 一 哪些是属于一啊 哪些笔画是属于二 哪些角色属于三啊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在你开始学习这个查字法的时候 你要找有意的 找一些这个不守不同的字 啊 你比如草子头的 在四角号码里是多少啊 其实就是四四啊 这个虫字啊 啊 虫字在四角号码里呢 就是 五一啊 啊 这个 比如说就是各种不守 你比如马字 或者宝盖 或者一点一横 啊 在四角号码里走针 啊 在四角号码里是是是 是多少啊 你看特别走针 走针呢 他本身呢 就带了三 这个四角号码里 他已经占了三个三个角了 啊 就是三 什么 三零 这样子 所以你一看到走针的话 你只要考虑那那个 右上角 是几 啊 那几个你就查熟了之后 你那三三什么三零啊 那你就在你已经在你脑子里了 所以特别快 啊 你越查 这个速度就越快 啊 那这种方法呢 这个对咱们 学习字词啊 大有帮助 第二种工具书呢 也是 咱们碰到的 会在 这个 看古书的过程中碰到比较多的 就是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 啊 查考人物的工具书呢 这个 首先呢 是瓷海里边 啊 它这个里边就有很多 瓷海里边的 它也有很多这个 古代的人物啊 你可以查 啊 但是呢 里面显然是不够了 嗯 这样呢 有一种呢 比较多的呢 就叫二十四史记转人名所以 啊 二十四史记转人名所以 啊 它就是把二十四史中 二十四史咱们都知道啊 从史记到明史啊 啊 二十四史中 这个 这个 本记 和 列传 他所记的人 啊 他把它整个编了一个 所以 嗯 但是大家想呢 这个呢 其实离 这个二十四史里面记的 人的 实际的人数呢 还差得很远 啊 因为一个传 比如岳飞传 啊 那么他把岳飞 记入了这个 呃 这个人 人 二十四史人名所以啊 啊 二十四史记转的人名所以里面有 但岳飞传里面可能提到了 上百个人的名字啊 啊 那些其他的呢 大部分是没有的 啊 所以呢 比这个更详细的 就是现在 啊 前几年已经出版了 和二十四史配套的 人名所以 啊 你比如史记人名所以 那就是史记里面所有的人名 他都有所以啊 啊 所以那个所以呢 也是好几本啊 啊 好多本 史记本身现在中华数据版的是实册啊 啊 他的人名所以也好几册啊 啊 因为他是把这个所有的 人民啊 啊 都收都收入了这个人民所以 这样呢 咱们想啊 啊 史记呢是从上古啊 啊 开始记一直到明史啊 啊 这一段 那个整个的啊 啊 可以说是中国通史里面的大部分人人物呢 很多的大部分的人物都在这里面出现了 啊 这样用这个 与二十四史配套的这个人民所以 啊 我们就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人物 但是平常查呢 你可能这个 因为这个 和二十四史配套的人名所谓呢 他也不是很常见的 不太不太容易找到 啊 那么有一种词典呢 比较 比较好找 而且呢 他里边收的 人物有比较多 啊 就是 中国人民大词典 啊 中国人民大词典 这里面呢 是我看到的 就说 这个 人民大词典里边 啊 收的比较全的 啊 就是 不包括当然 刚才说的二十四史 和配套的那个 那个当然是很多了 啊 但刚才说那不好找 这个呢 他就一般的 比较大的图书馆里都有 啊 这个呢 是 啊 商务印象馆 啊 出版的 啊 他里边呢 也有这个四角号码的 查字法啊 就用四角号码的查法 你可以查到 很快的查到 这个 历史 历史人物的人名 第三种 啊 就是 查官名 啊 中国古代的这个 职官官制啊 非常复杂 啊 很多人 就是研究断代史的专家 对每每一个断代的啊 对很多断代的这个 职官的情况 都有专门的研究 有专注 啊 当然咱们要查一个职官名字 不可能到他那专注里去查 这样呢 他有专门的工具书 啊 这个工具书呢 就叫历代职官表 职就是职务的职 官就是 呃 当官的官 啊 这个历代职官表呢 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的 啊 它同样 是按照四角号码 排列的 啊 所以从刚才这些介绍中 也可以看到这四角号码的 这查字法 是何等的重要 啊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么这些工具书你用起来 就很不方便 有些根本没法用 啊 嗯 这个历代职官表呢 他收的这个 嗯 职官名字还是比较全的 啊 大部分都收入了 所以呢 咱们一般 在本科学习的时候 碰到的问题 啊 查这个就是官名的话 当然词员里 也有 也收了很多 啊 词员里没有的 在里边呢也可以找到 第四大类 查地名的词典 啊 啊 查地名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两种 啊 一种呢叫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作者是藏立和等 这个古今地名大词典呢 也是相当好的一部 啊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古代的地名 在里面都可以找到 当然它是和啊 现在的地名对照 啊 嗯 所以呢 如果查一个地名 古代地名 在这个 现代 实施在什么地方 那么 可以通过这个 嗯 词典可以找到 还有一种呢叫 中国历史地图集 嗯 是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嗯 这个地图集呢 这个地图集呢 是八侧 它的版本呢 有几种啊 最小的一种啊 啊 这么这么大啊 最大的一种呢 就是比较大的啊 啊 大概只有半半米多 大本的大侧的 嗯 这个地图集 是我迄今看到的 最好的历史地图集 嗯 它地上面呢 也 搜集了很多地名啊 啊 所以可以 它这个地名呢 是按笔画查的 所以在里面呢 也可以查到 嗯 很多 这个古代的地名 而且呢 它这个好 好呢 还就是说 你在查到地名的同时 你还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地图上的位置啊 因为它本身是地图册 嗯 第五类 就是查成语典故的词典 啊 查成语典故的词典 这个呢 给大家介绍一种呢 叫 汉语成语大词典 是 湖北大学 语言研究室 编 河南 人民出版社 出版 嗯 这个 成语词典呢 它是按拼音排列的 这个 汉语 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种呢 这个 这个书也很厚 这么厚啊 布头倒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它 里面 由于它这么厚啊 所以它收的 呃 成语呢 呃 相当全 呃 所以查这个呢 而且它解释的也 比较准确 呃 所以这个 给大家推荐这种 那么 咱们学习古汉语的时候 还会碰到很多典故 呃 这个典故呢 呃 呃 成语大词典那边是没有的 呃 呃 那么 有专门的词典 叫古书典故词典 就是 供咱们专门查 这个 古书中的典故 呃 他是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嗯 这个词典呢 也是按照 笔画来排列的 最后一种 呃 就是 专门介绍工具书的书 呃 这个 专门介绍工具书的书呢 我也买了好几种 呃 其中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 呃 呃 就是 叫文史工具书的原流 和 使用 呃 这个作者呢 叫王明根 这个书呢 他 这个 这个 非常实用 他介绍了很多种 这个工具书 呃 他 这个书呢 一共分十一章 第一章呢 就是查考 书籍的工具书啊 啊 就是说你怎么去查查找一种古书啊 啊 这个咱们由于时间限制了咱们没给大家介绍 第二种就是字词 第三第三章啊 啊就是专书中的字句的出处啊 啊 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孝子不愧 永息耳泪啊 啊 他在诗经里边是 他是出于哪一种书是诗经诗经的哪一篇啊 啊 你在里边都可以查到 就是怎么怎么去查这个这个用哪些工具书去查查解决这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问题呢 现在由于这个电子版的大量出现啊 这个可能比一般的工具书都要强了 比如现在这个有这个四国全书的电子版 有古今图书集成的电子版啊 还有这个最大型的叫中国基本古籍库啊 啊 他这个这里边是是呃 据说收了一万种古书啊 啊 那么如果而且能够用这个检索 这样的话就非常快 要查什么每每一句某一句话的话 很快就可以查到 啊 第四章呢是呃 如何查这个古诗文 第五章呢是查年月日大事 第六章是查人物 第七章是地名 第八章是查典章制度 嗯 第九章是古代事物 第十章是报刊和论文字的啊 这个呢也也很多啊 这个由于时间限制呢 啊 这个呢主要是在大学三四年级里边 你们在做论文的时候 会碰到这方面的问题 啊 第十一 第十一章呢是怎么查这个文物图像啊 啊 所以这个书呢编的还是比较全 嗯 可以作为参考 啊 主要呢咱们 因为咱们看的呢 主要是他怎么查这个古书啊 啊 所以啊 可以 查这本书 嗯 这个 最后呢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这个工具书呢 对咱们学习来说是非常重要 啊 咱们现在老说 提高学生的能力 啊 什么叫提高学生能力 这个工具书 掌握多少种工具书 这就是你能力的重要的一个方面 啊 所以希望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些工具书 大家今后在自己读古书 或者预习咱们课文的时候 能够经常运用啊 啊 这样 越运用你会越熟练 这样你的学术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嗯 嗯 嗯